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 在你们国家有哪些常吃的食物 它们跟中国的食物有哪些相同 有哪些不同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写在评论栏 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看左边的这一组 这里边我们有牛奶和奶酪 牛奶奶酪 右边的这一组 鸡 鱼和肉 鸡 鱼和肉 接下来这一组 我们有西红柿 胡萝卜 茄子 还有我们的萝卜 这个是茄子 这个是萝卜 右边这一组 我们有香蕉 苹果 苹果 梨 西瓜 鳄梨 橙子 最底下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呢 就包括面包 蛋糕 这个是面包 这个是蛋糕 还有米饭和包子 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生词 一 胃养 胃养 胃养是一个动词 它可以翻译成英文的 to feed to raise 群 群是一个量词 group herd 或者是flock 三 猴子 猴子的意思是monkey 四 宠物 宠物 pet 五 相处 相处 相处是动词 它的意思是to get along 六 彼此 彼此 each other 七 表情 表情 facial expression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八个词 朝三 暮四 朝三 暮四 to give three in the morning and four in the evening to play fast and loose to chop and change 九 九 词汇 词汇 vocabulary 十 固定 固定 固定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是fixed settled to fix 十一 十一 结构 结构 structure 十二 整体 整体 整体是一个名词 whole entirely 十三 十三 综合 综合 综合可以是一个动词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英文翻译是to synthesize,to summarize,comprehensive,或者是integrated 十四 十四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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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可以翻译成complete 十五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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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的意思是behavior 行为的意思是behavior 十六 对方 对方 the other side,the other party 对方是一个名词 十七 蔬菜 蔬菜 vegetable 十八 粮食 粮食 粮食是名词,是指grain,cereal,或者是food 十九 家庭 家庭 family 二十 财产 财产 property fortune 二十一 消费 消费 消费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是to consume 二十二 哲学家 哲学家 philosopher 二十三 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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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le 二十四 巷子 巷子 巷子是名词 acorn 二十五 果实 果实 fruit 二十六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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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副词 indicating being contrary to what is expected or thought 二十七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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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馒头是steamed bomb 二十八 哈 哈 哈是一个形声词 指的是人的笑声或表示满意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 sound of laughter indicating complacency or satisfaction 二十九 二十九 节省 节省 节省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是to save to economize 三十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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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limit to restrict 三十一 猪 猪 pig 三十二 调皮 调皮 knotty mischievous 三十三 淘气 淘气 淘气和调皮的意思差不多 都有notty mischievous的意思 三十四 似乎 似乎 副词 it seems that seemingly 三十五 安慰 安慰 to comfort to counsel 三十六 不足 不足 不足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动词 它的意思是insufficient to be less than 三十七 磕 磕 磕是一个量词 used for things small and roundish 三十八 吃亏 亏 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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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uffer losses 一下 三十九 方式 方式 mentation word divides or less 其事团 显得是一个动词 To seem, to appear 四十二 格外 格外的意思是 Especially, extraordinarily 四十三 情景 名词 Seen, sight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全部的生词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课文讲解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课文是 朝三暮四的古今义 朝三暮四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第一个生词 在之前的生词的阅读当中呢 已经为大家说明了它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英文的含义 To give three in the morning and four in the evening 就是早上的时候呢 是三给三个 那木呢有晚上的意思 而晚上的时候呢给四个 four in the evening To play fast and loose To chop and change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课文当中 一起来理解一下 朝三暮四的古今义 成语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 成语有固定的结构 不能随便更改 它的意义是整体性的 不是每个字意思的简单相加 而是综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在我们的第一段中呢 我们提到了中文当中 我们汉语当中的成语 Chinese idiom 那成语呢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固定的结构 不能够随便的更改 因此它具有整体性 是综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一般来说 成语的意义也是稳定的 很少发生变化 比如我们学过的盲人摸象 和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但也有古今不同的 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朝三暮四 在第二段当中呢 我们提到了成语的意义是稳定性的 很少发生变化 我们在上一课 也就是第七课当中呢 我们学到了两则成语 一个是盲人摸象 另外一个是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大家还记得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今天稍有不同 我们所学的这个成语 朝三暮四 它古代的意思和今天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古今亦 古今亦不同 我们继续来看 中国古代有一位哲学家 在他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预言故事 预言是我们今天的第九个生词 是Fable 从前有位老人 喂养了一群猴子当宠物 相处久了 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 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 猴子太多 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 蔬菜和粮食 然而 一个普通的家庭 财产不多 哪有那么大的财力 满足一群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 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 好节省些食物 拿去喂养猴子 他注意到 该限制猴子的食量了 问题是猴子不像猪狗 吃不饱时仅仅只是叫叫 他们如果得不到好的待遇 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 经常跟人淘气 我们这个预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人 老人喂养了一群猴子当作宠物 现今很多人也很喜欢养宠物 比如猫和狗 这些都是常见的 陪伴人类的宠物 但是呢 这位老人 他所养的既不是猫也不是狗 而是一群猴子 那由于老人养这个猴子比较久了 所以他们彼此非常的了解 可以通过表情 表情就是 facial expression 我们面目的表情 声音 还有行为 behavior 能够了解到彼此的意思 下面 这个老人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猴子太多了 那猴子要多的话呢 每天就需要吃大量的瓜果 蔬菜和粮食 瓜果 melon 果是fruit 蔬菜是vegetable 粮食是food 就是每天猴子们吃的很多 那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 财产不多 哪有那么大的财力 满足一群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 老人遇到的这个问题是 财力不多 财力不足 没有办法满足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 为了能够喂养这些猴子 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 这个消费这里面的意思呢 是consumption 拿去喂养猴子 问题是猴子不像猪狗吃不饱时 仅仅只是叫叫 如果他们得不到好的待遇 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经常跟人淘气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讲的是猴子 他如果吃不饱的话呢 他会像孩子一样和人淘气 我们继续来看 老人的朋友送给他很多巷子 这是一种猴子爱吃的果实 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 用巷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 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 今后你们除了吃馒头 我们先停在这儿 我们看到这是三只可爱的猴子啊 这幅画里面一个老人 他在喂养这些猴子 我们之前有提到蔬菜水果粮食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不足的来喂养这个猴子 所以呢 有人呢 就想了一个方法来帮助老人 给他很多巷子 什么是巷子呢 巷子我们看一下第29个生词 它是acron的意思 好 我们看老人手里面拿的巷子 他用巷子来喂养这些猴子 这也是猴子爱吃的一种过失 我们看最后一句 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 今后你们除了吃馒头 还可以再吃一些巷子 我早上给你们三颗 晚上给四颗 颗是一个measure word 这里边它是巷子 是用来说多少巷子的一个量词 我们可以说一颗巷子 两颗巷子 三颗巷子 这里边是一些巷子 在这里老人早上给出的是三颗 晚上的是四颗 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三 觉得自己吃了亏 一个个立起身子跳来跳去 对着老人大喊大叫的发脾气 到这里呢 我们看出猴子们听到的是三 一二三 猴子们听到的三这个数字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吃了亏 那吃亏是什么意思啊 to suffer losses 不满意 所以他们呢就用发脾气来向老人表示抗议 老人见猴子们不接受 就换了一种方式 安慰他们说道 要不这样吧 既然你们觉得少 那就改成 每天早上四颗 晚上三颗 这样总够了吧 他们觉得少 老人也很聪明 他说这样吧 我早上给你四颗 晚上的来给你三颗 猴子把主人前面说的一个四 当成全天多得了的箱子 所以马上安静下来 显得格外开心 老人看着这情景 哈哈的笑了 同学们 你们觉得这个三跟四有什么区别吗 一天总体来说还是七颗箱子 但是这些猴子们 他们听到四的时候 就非常的开心 哲学家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不要太关心生死得势 因为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没有失去什么 也没有得到什么 不过发展到今天 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意义 已经完全改变了 你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意思吗 在课文的后边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朝三暮四这个成语 现在的意思已经改变了 你们可以猜一猜 它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在后面的时候呢 我会为大家来讲解 好 今天就是我们课文的讲解 同学们可以回去呢 多多的来复习 自己也来阅读几遍 更加的来了解 这一则成语故事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根据今天课文的内容 请同学们判断下列句子的证物 一 成语的意义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成语的意义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同学们觉得根据课文来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对的吗 答案是错误的 好像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词 朝三暮四 现在我们来应用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发生变化 第二个句子 老人用自己买的巷子喂养猴子们 这个是对的 三 老人说早上给猴子们三个巷子 猴子们会觉得自己吃了亏 这个也是对的 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语言点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语言点是道 道本身是一个副词 是在汉语当中很常用的副词 表示事情的发展或结果 与一般的预期或常理相反 它可以用来强调某个情况 出乎意料 或者和大家通常认为的结果不一样 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在其他水果不足的情况下 用苹果喂猴子 倒是个办法 二 少年不解的问 怎么勇敢反倒成为缺点了 在这里边呢 倒是表示与预期相反 用来说明某件事物的发展和预期不符 或者与通常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继续看道的第二个意思 道还有表示没有想道的意思 我们通过两个例句 来更好的理解道 一 有这样的人 我倒要认识认识 二 对方确实厉害 一上场就先赢了他两局 但最后反倒是他赢了 同学们可以参看英文的翻译 更好的理解这两个句子 在这两个例句当中 倒都是表示没有想到 有一些意外的意思 我们来看倒的第三个用法 第三个用法呢 是表示让步 先来肯定再说其他的方面 一 质量倒是挺好 就是价格太贵了 首先肯定好的方面是质量 然后再说其他方面的不足 二 我倒是很愿意参与这次活动 就是暂时无法确定是否有时间 首先来肯定 愿意参加 然后再说不确定的方面 以上就是道作为让步 作为让步时候的使用方法 我们再来看道的第四个词意 道的第四种用法呢 是来表示不耐烦的问 或者是催促 我们来看例句 一 你究竟去还是不去 倒是说句话呀 我们从这一句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出 说话的人呢 有很大的不耐烦 二 你倒是说说看 这件事你不负责 谁负责 你倒是说说看 这是一个人不耐烦的表现 并且要催促对方 很快给出一个答案 同学们 你们理解了这个道的意思了吗 下面我们就要用道 来完成下列句子和对话 进行这个练一练 同学们可以暂停 视频做一做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好我们一起来看参考答案 一 你觉得这套房子装修的怎么样 装得倒是挺好 就是价格太贵了 二 说起来倒是容易 做起来可就难了 三 你倒是快点 都半个小时了 找什么急呀 再等两分钟 马上就好了 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不要求大家的答案 和我一模一样 只要你们的语法正确 书写正确就可以 今天我们第八课的第二个语言点是 来和去 来和去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是表示动作的多次重复 用在来和去 用在来和去前的两个动词通常是同一个词或进一词 我们来看例句 一 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在草地上跑来跑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是一个动词 用同样的动词用在来和去的前面 跑来跑去 表示呢 这个动作是多次的重复 Run back and forth 二 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三 觉得自己吃了亏 一个个立起身子 跳来跳去 对着老人大喊大叫的发脾气 这里边呢来和去前面用的动词是跳 三 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没找出原因 这里边的动词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研究 还有一个是讨论 好下面我们进入练习用 什么来和什么去来完成下列句子或对话 同学们可以暂停视频 过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好我们一起来看参考答案 一 他的手机不见了 很着急 在房间里翻来翻去都没有 二 公园里 有很多人运动 跑来跑去 很热闹 三 怎么帮他把丢掉的手机找回来 你有办法了吗 我找来找去也没有 你再问问他 是不是把手机忘在公司了 你们都答对了吗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语言点 要不 要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一个常用的口语表达 通常有两种主要意思 第一种是表示假设 可以用来表达 如果不这样做 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 类似于 否则或要不然 我们来看例句 一 老太太说 四块 要不我不买 二 还好碰见你了 要不然 我今天肯定要迟到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英文的翻译 更好的来理解 要不 这个词在句子当中的意思 我们看要不的另外一种用法 要不还可以表示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提出建议或者替代的方案 用来给对方提出另外一个选择 一 今天太晚了 要不你明天再走吧 二 要不这样吧 既然你们觉得少 那就改成 每天早上四课 晚上三课 这样总够了吧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例句呢 是来自我们的课文 这里边把要不放在了句子的前面 表示提供另外一种选择 同学们现在就可以用要不呢 来完成下列的句子或对话 可以暂停视频 然后过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好我们一起来看参考答案 一 谢谢你昨晚给我发了个短信 要不我可能就忘了这件事了 二 后天我们打算去中国朋友家过除夕 你有什么计划 我还没想好 要不我也一起去吧 三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比较好 要不明天下午吧 我都行 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吧 以上今天就是我们要不的参考答案 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今天的词语搭配 一共有五组不同的组合 第一组 动词和宾语的搭配 我会为大家来朗读这些词语 请同学们进行更读更好的学习 限制数量 限制年龄 限制发展 显得 显得很健康 显得格外高兴 显得更加美丽 第二组 定语加中心语 固定的 固定的结构 固定的职业 固定的收入 固定的座位 固定的地点 固定的消费群体 消费 消费群体 消费量 消费习惯 消费水平 消费标准 第三组 状语和中心语的组合 完整的 完整的叙述 完整的取出来 完整的保留下来 跟朋友相处 跟家人相处 第四组 中心语加补语的搭配 固定一下 固定下来 固定在 节省 节省一点 节省出来 节省下来 第五组 数量词加名词 一群 一群猴子 一群鸟 一群牛 一群羊 一群马 一群人 一群学生 一颗 一颗葡萄 一颗牙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词语搭配的全部内容 下面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词语辨析 我们要来看看 彼此和互相 这两个词 有什么相同之处 和不同之处 两个词的共同点 都有表示双方 有同样行为的意思 互相 多用于口语 修饰动词 表示双方 或多方之间的行为 彼此 既可用作代词 也可以用作副词 更正式一些 常用于书面语 或正式表达中 表示双方之间的 关系或互动 这两个词都很常见 但根据表达的场合 和具体语境 我们可以想一想 选择哪一个更为合适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 不同点 不同点 彼此 一是可以作为代词 在动词前做主语 而互相是作为副词 用在动词前时 前面需要加主语 彼此 可以作宾语定语 而互相不可以作宾语和定语 彼此可以重叠使用 例如彼此彼此 表示双方差不多 而互相不能够重叠 好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选词填空 同学们可以根据所给出的句子来选择 是否应该用彼此还是互相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你们是姐妹 应该什么 照顾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用 彼此 彼此照顾 或者是 互相 两个词都可以 二 对同一个问题 什么的认识不同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选择的词是 彼此 彼此的认识不同 是很正常的事情 互相呢 是错误的选择 三 我们是夫妻 各自除了孝顺自己的父母 也应该孝顺什么的父母 对的 我们应该选择彼此 彼此的父母 互相呢 在这里也是不正确的 四 现在是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 大家应该什么支持 什么帮助 这里边我们要选择的词 应该是 互相 互相是正确的 互相支持 support each other 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彼此呢 是错误的选择 好 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大家可以回去 反复的来阅读 彼此和互相的 共同点 和差异点 也可以通过学习 我们上一张slice里面的例句 更好的来理解 现在我们进行另外一组的练习 这一组的练习呢 是要求大家选择合适的词语来填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些词语 1. 科 科是一个量词 群 也是一个量词 安慰 to comfort to comfort to counsel 似乎 seems like 限制 to restrict 相处 to get along 1. 希望我们能够友好什么 共同发展 友好 friendly 这个我们要选一个什么词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动词 因为共同发展 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动词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相处 2. 他最近心情不太好 事情什么办得不太顺利 这里边呢我们要选择的是 2. 事情似乎办得不太顺利 3. 聚在电台门口的那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这里边我们需要选择一个measure word 是给人来选择的 我们可以选择群 一群人 a group of people 这个是呢 3 群是第三个 4. 他跟丈夫离婚后 离婚是divorce 离婚后非常伤心 朋友们轮流来 什么他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动词 这里边我们选择 安慰 所以安慰是我们今天第四个词 5. 小明昨天掉了一什么牙齿 这是他第一次换牙 那牙齿的量词是 很好 我们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量词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磕一颗牙齿 6. 这次的作文布什么字数 你可以想写多少就写多少 这个我们选择限制 restrict no restriction 没有限制 不限制 这次的作文 不限制字数 以上就是我们的填空练习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 下面我们来做的这个练习呢 是要使用近一次来填空 我们来看第一句 1. 我建议这几天 我们应该把下周会议讨论话题的顺序 什么下来 我们需要在 A固定 B一定之间选择 好 同学们答对了 这一题呢 我们应该是选择固定 固定下来 2. 汉语的什么 非常丰富 你得特别注意 敬意什么之间的区别 汉语的 第一个我们要选择B 词汉词汇是一个总称vocabulary 你得特别注意 敬意词 词是word或者是phrase之间的区别 3. 这篇文章什么上写得不错 有些小地方还要再改改 我们需要在A 整体和B完整之间进行选择 好 同学们答对了 这篇文章 整体 应该选择A 这个1也是选择A 我们把它写下来 4. 这两个女孩关系非常好 什么 亲姐妹一样 我们需要在 似乎 还有好像之间进行选择 好 我们应该选择B 好像亲姐妹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 下一组练习我们需要给括号里的词选择适当的位置 1. 从成为A大学同学以来B他们就C相爱D了 这个题的做法是我们要使用彼此这个词 要决定他在句子中的位置 我们是应该把它放在A的位置 B的位置 C的位置还是D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意思 从成为大学同学以来 他们就我们应该选择C彼此相爱了 第二个句子我们要使用的是不足这个词 考虑一下不足在第二个句子当中的位置 他输了这场比赛不是因为能力不够 而是因为准备 很好 我们在D的位置把这个不足填下去 第三个句子我们要用倒是 也是在我们语法当中的一个词 我很想辞职但是我妻子不支持我的想法 我什么 这个B的位置我们应该用倒是 首先呢说明是自己的意愿 所以我们使用倒是 我倒是很想辞职 表示这个人他自己想要辞职 但是条件不允许是因为他的妻子不支持他的想法 四 你已经不错了 别老觉得自己好像吃了亏似的 在第四个句子当中 我们想要填进去的词是大 这个大这个词我们要如何处理呢 对了 我们要放在C的位置 吃了大亏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 同学们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话题分类词语 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呢是和饮食相关的 这一类的词语呢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 同学们可以通过跟读的方式和我一起来学习 之后呢我们需要给下面四个句子选择正确的词语来填空 1.什么主要是指可以做主食的东西 比如大米 土豆 玉米等 我们要来选择的是粮食 粮食主要是指可以做主食的东西 2.你不能每顿饭光吃肉 还得多吃蔬菜 第二个我们选择的是蔬菜 3.我不太能吃辣 麻烦你做菜时少放点 4.不能吃辣 辣是指spicy food 所以我们这边呢放的是辣椒 4.我老家靠海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吃 和还有关的呢是海鲜seafood 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 我们今天课程的最后一部分呢是今天的课后作业 请以朝三暮四的古语今为题 谈一谈你对词汇语语变化的看法 尽量用上本课所学的生词 字数不少于100字 在今天的课文当中呢 我们学到了朝三暮四 它也可以称作朝四暮三 是指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也没有失去什么 后来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做事经常改变 甚至发展成为 来形容一个人对感情不专一 当你了解了这个词的古代的意思 和现在的意思以后呢 你就可以来做今天的课后作业 欢迎同学们把你的作业发给我 或者直接放在评论区 我会为大家来批改 Practice makes it perfect 我们今天的第八课就学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给我写信 或是在留言区留言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